上帝对你的生命有计划和目的 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是错误的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偶然出现的 我们被特别派到这里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这意味着上帝有一些需要完成的事情 让你成为是必须的 但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在这世上的目的 普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 他们每天早上醒来 去上班开始他们讨厌的工作 与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拿着低于自身价值的薪水 然后在挫折中过早地离开这世界 我发现生命中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 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东西 生命中最大的悲剧就是没生活的目的 没有什么比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更糟糕的事了 这是一个悲剧 活了八十年却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何存在 没有目的 生命就没有意义 没有目标感 没有命运感 也没有一个位置感 我为什么在这里 这就是所有人类的挫折之所在 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寻找他们的目的 他们存在的问号 为什么 也许这包括你 上帝为他所有的子民都有一个旨意 一个计划 永远不要听任何人告诉你说 你不重要 如果有人看着你说你不重要时 你看着十字架告诉他说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如此重要 我如此重要 以至于耶稣为我而死 他不仅为我而死 也为每个人而死 每个人都很重要 他知道你的背景 所有你会提到的事情 你可能说过 上帝不能使用我 我做不到这个那个 我要告诉你 他对你了如指掌 他在你出生之前就知道你 他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制定了意愿和计划 悲剧是我们大多数人 永远不会思考这一点 他们从未被告知过 从未思考过 上帝为他们的生命 有一个特殊的计划 是的 上帝确实有一个特殊的计划 那么上帝对我的生命 有什么计划呢 有关这个问题 你曾经问过他吗 你曾经认真的问那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你对我的生命 有什么计划吗 真言三章五至六节 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 他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只需要相信他 看看他会做什么 他渴望给你最好的 如果你迄今为止错过了他 请你从今天开始告诉他 主啊 我不知道你能够为我做些什么 剩下什么 但上帝啊 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 耶利米书29章11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墨后有指望 上帝已经知道对你的计划 他在你出生之前 就已经完成了你 圣经说 上帝在你母腹中就看见了你 以赛亚书这本书 当我读到这经文时 他让我的生命改变了 上帝说 记住这一点 把它记在心里 不要忘记 这有多么重要呢 以赛亚书46章9节 上帝说 我是神并无别神 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接着他说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然后他在下一节告诉我们 我从古时严明未成的事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这是在以赛亚书46章十节 让我们再读一遍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严明未成的事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他说 再没有别的神像他一样 他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 从古时候就述说 还未成就的事 他的计划必定成功 这段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他改变了我的整个生命 我的生活 上帝说 他总是先设定结局 然后再开始 好消息是 当你在母腹中受孕之前 已经有某些事情已经完成了 然后你出生 为了去开始它 这意味着你不是一个错误 你是一个注定的孩子 已经完成了 上帝从不从开始而开始 他从结局开始 然后再开始 所以你的成功已经完成 你的胜利已经完成 你拥有的人生计划 是上帝为你设计的独特计划 我如何知道 上帝希望我做出什么决定呢 当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决定时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对或错的决定 那是相对容易的决定 但是当两个决定都没有错 没有伤害 当我们必须做出向左走 或是向右走的选择时 比如 我应该攻读硕士学位 还是直接找工作 我应该攻读博士学位吗 我应该选择这份工作 还是那份工作 我应该要娶这位基督徒姐妹吗 我爱她 她是我心目中的完美伴侣 但这是上帝的旨意吗 我们应该从这里 搬到另一个地方吗 新的地方的有一份寄生机会 但我们的家人都在这里 我的父母也在这里 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必须做出左或右的决定 而似乎没有上帝的明示时 我们会为那些 我们无法知道的决定负责吗 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是否像迷宫一样 将后续的所有决定都搞砸了呢 如果嫁给了不该嫁的人 该怎么办呢 是选择左还是右呢 让我分享一个 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经文 以赛亚书30章21节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这是正路 这是正路 注意 上帝的话 是在你行走时出现的 但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初的决定 重要的不一定是你向左走 还是向右走 而是你在这条道路上 如何行走 你向右走 非常棒 但是你在那条路上 如何行走 当我还更年轻的时候 在校园基督徒团契时 去哪里呢 去就是了 我会引导你 我想 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 都渴望听到上帝的声音 或从他那里得到某种明确的指引的时刻 比如即将结婚 商业决策 职业选择 还是重大开销 我们都想要得到明确的指引 因为我们的决定真的很重要 我们做决定 然后这些决定又会回过头来影响我们 而我们在一生中面临着许多问题 比如是否应该结婚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应该嫁给谁 我应该上大学吗 我已经有一份好工作 是否应该接受新的工作 还是继续留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呢 当你在生活中做出重大选择 或选择一所大学时 有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上帝的旨意呢 你要记住 我们是凭着信心 而不是凭眼见的行走 我要说的是 很多时候 在你做出选择之前 你不会获得百分之百的确信和信心 因为如果你百分百确信你的决定 那将意味着你不需要信心 我们向上帝祷告 等后主的引导 然后做出选择 一旦你已经为此祷告过了 检查了自己的动机 周围有智慧的人给了你指点 然后行动起来 去吧 让上帝引导你 然后做出呼求 然后充满信心的前进 我应该娶这个女孩吗 你爱她吗 她爱你吗 在神学 属灵和社交方面 你们是否有共同点 是否有合一的心 如果是的话 娶她吧 真言十八章二十二节说 得着贤妻的 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接受上帝作为他的孩子 给予你的婚姻特权 去娶她 你必须决断 你必须做出选择 继续前进 继续做出你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然后把结果交给上帝 因为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 即使你的决定不是上帝的旨意 他也会纠正他 赎回他 并且仍然引导你走向正确的道路 迈向你未来的命运 无论你走哪一条路 他永远不会离弃你 他希望你了解他的旨意 更胜于你自己希望了解的 人们未能按照上帝的旨意 生活的原因之一 是他们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不要担心那些你无法解决的事情 上帝掌握着你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将如何发展 但我知道谁坐在宝座上 我知道谁引导着我们的脚步 我知道谁安排了我们的日子 我想我们经常忘记了 是他在掌管我们交托给他的人生 我希望做出好的决定 但我只是一个有限的人类 我看不到未来 但是我有一本圣经 我可以祷告 我有智慧的人在我身边 然后我有内心的平安 最后我要做的 就是去做并心靠主 我要相信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上帝都会策划我的生活 我最终会到达我应该去的地方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必纠结不已 气喘吁吁 或者控制身边的每个人 和每件事 我不必为生活中的琐事 过度担忧 我可以有信心 这位上帝会照顾一切 你知道吗 一旦你意识到 上帝掌管着你的生活 你就可以安心入睡了 我不一定喜欢所有的一切 我不一定理解一切 就像你一样 但我知道 他在掌控 我也知道 没有任何受到撒旦驱动的人 甚至是撒旦本人 都不能阻止上帝 对你和我生命的目的 还有一点 即使你信靠上帝 犯了个错误 如果你真的犯了个错误 上帝有最棒的方式 来纠正那个错误 他知道你的内心 他知道你愿意去做 他对你的要求 上帝比我们更了解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有时是非常困难的 但问题是 你是否在倾听 再来 无论他对你说什么 你是否信靠他 他叫你做你就去做 他可以把你放在 他想要你去的地方 他可以提前几年 安排你生活的所有细节 他可以打开 看似紧闭的门 他可以除去阻碍 你前进的任何障碍 他可以把你的选择 与他的计划结合起来 使你处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他甚至可以 从你的错误中带来好处 别忘了 他是我们的救赎者 他能够恢复一切事物 他可以将悲剧 转化为对你的益处 和他的荣耀 他只需要一个愿意的心 只需要一个愿意合作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必做艰难和困难的选择 你必须做 但他减轻了压力 因为这意味着你可以相信 上帝会接受你的决定和选择 并用他们来实现 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十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说 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即使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正在引导着你 把头靠在枕头上睡吧 你知道父亲就在那里 他负责并将掌管你的生活事物 如果他关上门并打开另一扇门 他只是在引导你 一切都会好的 上帝不会给你一张路线图 他对你的旨意并不是一张路线图 而是一种关系 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穿越旷野时 他给了他们一张路线图吗 不 没有 那么他是如何引导他们的呢 他给了他们一根云柱和一根火柱 然后说跟着那个走 你只需要与我保持关系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张地图 告诉我们要从这里走这个方向 再走那个方向 然后最终到达那里 但上帝不会这样做 我很高兴他不这样做 因为朋友 那会让一切变得无趣 让一切兴奋荡然无存 如果我们知道 明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种恐惧和忧虑 我很高兴我们不知道 请听我说 朋友 不要害怕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不会带你去上帝的能力 无法保护你的地方 上帝的旨意 对你 对你的妻子 对你的孩子来说 是绝对最好的事情 请记住 了解在你此生中 上帝旨意的最好方法 就是立刻去做上帝的旨意 要操纵一艘不动的船 是很困难的 人们认为 如果上帝向我揭示 他的秘密旨意 那将是多么好 实际上 那会更容易 那意味着 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不需要做任何决定 我将永远无法成熟起来 你见过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决定的 十几岁青少年吗 无论他或如何看待自己 你会注意到 他变得多么不正常 多么不成熟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一样 要培养一个孩子 你不会给他所有的答案 为他做出每一个选择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或许会这样 但在给予他们足够的指导和引导 足够的陪伴后 他们必须做出决定 这是他们成熟的一部分 亚当耕种原地 克服他 使地上生长出果子 要怎么做呢 就是去做吧 上帝会在天起的凉风时 与你同在 去做吧 亚当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起了什么名 就是什么 因此 如果要让一个孩子茁壮成长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给他们指导 然后放开他们的手 让他们选择 有时 他们必须经历错误的选择来成长 上帝也让我们选择 我们希望孩子寻求我们的指导 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是的 但最终 孩子必须长大 所以 上帝让我们选择 这是他塑造一个荣耀而坚强的人的方式 一个寻求他指引 寻求他的看顾的人 成为一个成年人后 你才会意识到做决定是多么有压力 但为什么你不得不做出决定呢 答案是 上帝希望你做决定 你看 上帝赐给你头脑 是为了你去使用的 上帝希望你去思考 上帝的旨意 就在你的两只耳朵中间 我渴望听到上帝的声音 或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指引 无论是关于我们的关系 比如即将结婚 商业决策 或是生活中的小事情 我们都想知道上帝的意愿 为什么在这里呢 你可能说不 那是自然主义的观点 你不应该使用你的思维 为什么你说你不应该使用你的思维呢 使徒保罗在腓利比书中 说我们有基督的心 你知道智慧是什么吗 智慧是从上帝的角度看待生活 亲爱的朋友 当你祷告时 当你内心有圣灵 当你心中有上帝的话语 当你的生命被上帝的超自然生命充满时 你将开始拥有智慧 知识是通过观察与汲取获得的 但智慧是通过仰望上帝获得的 上帝将引导你 上帝将赐给你智慧 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向你解释 但这是超自然的 当一个人行在圣灵中时 他会说 我有基督的心 并且他毫不犹豫地信靠他心中的那一部分 那不是自然主义 那是超自然的 智慧不是眼圈周围湿润 心头温暖 而是把心思停留在上帝身上 满有上帝的话语被圣灵引导 真言四章十一节说 我以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上帝要以智慧引导你 圣经告诉我们要明智 我们不是被告知要神秘 要很玄 而是被告知要明智 上帝告诉你要圣洁 要明智 然后要信靠他 如果上帝直接向我们发送了来自天堂的消息 那会更容易 但如果那样的话 没有人会在基督里成长 没有人需要辨别上帝对他们生命的旨意 没有人需要做让上帝喜悦的决定 而上帝在我们生活中 是希望我们成长成熟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令人害怕 但请记住 他是我们的牧人 他应许要引领我们 指导我们 尽管主希望我们成长 认识和行他的旨意 他已经应许 他将与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信靠他 而你此生 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是接受耶稣基督 上帝之子 世界的救助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 留下了自己的宝血 为所有人带来了救恩 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亲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主 悔改你的罪 并把生命献给他 这是此生最重要的决定 如果你领受到这信息的祝福 我们邀请你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这个事工 你可以点击以下描述框的链接 成为我们的固定赞助者 或以请我们喝咖啡的方式 一次性赞助 通过这事工 让你的力量 发挥影响力 成为世界的一点亮光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请别忘了 在评论区输入阿门一词 或分享你的收获 也请记得点赞订阅 装备生命频道 以获取更多能提升 你属灵成长的视频 谢谢 感谢你的聆听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与你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